在红绿灯路口右转 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上次了找借口 但这次了我待会要出门 但我觉得打车去呗 还是跟大家陪一个 其实大家不知道在录周报前 我最近几周都要录 但是我一直就觉得鼓起勇气来 比如说今天小伙伴说 我上镜的时候感觉像是要上战场 小孩要去打针一样 其实每次录周报的时候 我内心都是很局促的 我抽了不少烟了 然后现在得拿酒灌一灌 我觉得可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就有一点感觉跟大家见面 还是比较说不出来的感觉 所以先陪一个吧 我们开始过去的这大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过去的这个一个月 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容值得来讲的 第一个了先照例吐槽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不加字幕了 因为有几个问题可能稍显敏感 所以为了过程和各个方面吧 我们暂时都不加字幕 所以可能会对大家 你如果吃饭啊 吃夜宵啊 吃晚饭啊 看一看挺好的 或者说呢 你就听着我讲话 然后最后来点个小三年 我也觉得是可以的 第一条就先喷一下苹果和华为 这个做的不好的都要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你比如说果粉 就我们这个小编剪辑师就是果粉 我说苹果把内存卖的比黄金还贵 明明是自己就是贪婪的资本家嘴脸 要把这个怎么加价 要怎么样去恶心你 让你卖到 就明明是MacBook Pro 你都卖到一万四五了 你可能还是8G运存起 然后说我8G够用啊 8G等于16G啊 这明明是唬人的 然后我那个编辑跟小编跟我怎么讲 说那是你穷好不好 所以首先我要吐槽的就是苹果 你像现在过几天小米又要发笔记本了 很多家卖五千左右的笔记本 甚至内存都32G起了 你卖的是三倍的价格 你还8G 你有脸面吗 想当年苹果在发布重磅产品的时候 去拉这个大锤子往舞台上砸 对吧 这种破旧逆心 要敢为人先的精神 在现在我是一点都看不到 尤其是8G内存 包括它卖的运存这块 真的我觉得吐槽的 我都不想再吐槽了 这个没有借口 8G不等于16G 那8G我可以理解 那256G的一个存储呢 你是不是更黑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捡一个Final Cut Pro的这个工程文件 可能它里面的所有的素材加在一起 可能就几十个G 但是它的缓存能达到两三百个G 你连减一个项目都减不了 8加256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就是活脱脱的 就是要让你多花钱 这个明明就是一种非常消费主义的 非常精明算计的 市块的嘴脸 一点没有科技大厂 人类巨头的这样的一个风范 讲完了这个 我们也讲华为 当然说华为的话 这个很多人都说过了 我觉得它并不影响华为在我心目中 尤其你比如说这个天地通信 这个宁锡通信 比如说华为确实有很多好的地方 尤其是自驾 那个过几天 我老家的那个车企 其锐跟华为一起搞的这个 智介S7 我有可能要买一台 我已经下定了 我觉得华为是很多产品做的很好的 但是就像我刚刚骂苹果的那样 苹果作为现在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作为现在 你可以说它在曾经改变了世界 甚至是主席台上 对吧 那个反腐都打了多少人 都有坏人 你苹果就没坏人吗 华为也会有啊 哪怕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 你像华为解决了这么多高端的就业 一二十万人 你有个几千个坏人很正常是 你像这个华为LOVA11 SE 对吧 你这个配置 你跑分超过了全国百分之一的人 百分之一的用户 说白了这个配置 我觉得你用这个问题也不大 就看你卖多少钱 可是你卖的价格又比较高 卖到两千起了 那线下买这个机子的可能 它的收入情况并不是多理想 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也就两千多 那买了这个机子 如果用的卡 其实是在我看来 是有点自毁华为的声誉 我觉得这种产品 华为的高层 或者说如果更有远见的话 就不能发这个产品 华为里面也有坏人 像这种产品 无论是谁都不要再做了 现在OPPO Vivo都不会做这样竞争力的产品 但小米曾经也有运营商定制机 那个Lotus 2R吗 还是什么 卖的也贵 也被骂得要死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底线 尤其我们懂数码的 尤其身边的人 如果要买非常非常低配高价的机子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 好好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包括线下的 我们的观众里面也有不少的是开店的 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线下 你可以赚钱 赚你合理的利润 但是有部分机子 那我觉得是确实是应该 无论是我们消费者 还是渠道 甚至是华为自己 都应该去抵制的 因为这种产品在我们看来 其实是损人短期利己吧 但是长期是损害品牌的 损人不利己的一个行为了 你短期可能赚了钱 但你败的是什么 就是人数过百 行行赛赛 包括是 尤其是一些大公司 什么人都有 所以有好的我们就肯定 那有不好的 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做批评 甚至多批评都好 是然后要尽量让他 如果要点脸 就不要再出这样的产品了 包括苹果 苹果现在是 已经很公开的 这样了 那华为呢 这个属于线下 他还稍带着不好意思 也不会怎么去宣传 但是苹果这个是公开 我8G等于16G 那你256G怎么够用呢 下一条呢 就是其实Flyme的车机 包括领克08 那要想给这个Flyme取个名字 华小魅 那其实魅族了 现在是很希望 能够有一个华小魅的格局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华为 鸿蒙系统打通 小米的澎湃系统打通 有车 对吧 有智能家居 有手机 就人车家嘛 这个 就是这个理念 万物互联的理念 对吧 生态的理念 大家都听了很多年了 那魅族也想 哎 华为小米 带我魅族一起吧 那这样的话 在FlymeOS形成的 吉利的整个的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吉利 还是说对于星际魅族来说 都是一个品牌调性 和一个阵营 哎 你把它都摆到这个位置了 对吧 状元榜眼 探花 那是不是这个估值 是不是这个市场 该给的反馈 是不是在渠道 在政府 在政策上面 从享有的这种地位感 但其实这个客观来讲 魅族手机 相对来说 现在依然算是一个 小厂吧 华米OV占了非常大的份额 包括荣耀嘛 然后魅族的份额 就相对来说小得多 当然他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他竟然先于小米 来去做了这个产品 然后他先于小米的车 他的车机界面 有车来承载去发布 那包括魅族21 那四等边 最窄的四等边 还有一些不等式的玩法 我觉得也很骚 魅族21我个人 你问我支不支持 我肯定是支持的 魅族21呢 到时候我们也会发 我们的首发评测 上手 可能最近星期太多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我的一个分享 到时候记得来哦 然后 再下一条 那苹果了 发了一个声明 刚刚骂过苹果 现在又要夸他 但不是说 我们就是 骂就是要黑 或者对他负面 那做得好的 我们要肯定 像苹果中国 他发了声明 就是所有在 中国销售的手机 都是在中国组装的 所以说 大家所吐槽的 什么大肠杆军超标 咖尼味 那些都是不存在的 但与此同时 苹果还做了一件 在APP上 在手机上 非常好的一件事 就是禁止摇一摇 跳转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比如说 我用搜索引擎 Chrome 或者什么的 你点个搜索 就往百度跳 打开一些 这个内容软件 就动不动 就往屏多多 往京东 往淘宝跳 非常烦 我觉得苹果出来 带头来亲这个事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 并不是说 国外的月亮更圆 而是很多时候 确实相对来说 有信仰的人群 在很多我们 日常世俗生活中 它的底线 或者说 它的一个操作 就会 不会那么太过分 当然刚刚才说的 它内存 很过分 但有些事上面 它还是会 有一些操守 你比如说 之前说的 那个毒地事件 有毒的毒 土地的地 毒地事件 那么 说的 最后怎么爆出来的 就是一个 学校 外国的学校 爆出来的 不然大家 你瞒我 我瞒你 或者叫 观观相演吧 这个事 就过去了 这个 无形中 给国有资产 给买房的人 给曾经造这个房子的人 工人 建筑工人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 国内的这些厂商 那些烧操作 烧玩法 有时候我们会看作是应用创新 包括我们去讲 曾经的 比如说我们小编 在戴着口罩 因为我抽烟 他戴着口罩 那在曾经的 比如说有个什么码 对吧 当时大家也觉得怎么样 但是放在历史的场合 我们回头再来看的话 很多事情可能 短期跟长期 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和想象 甚至有完全不一样的 天差 红尼之别的 这种评价 所以大家 还是 无论各行各业吧 还是多一点底线 现在确实 很多事 真的很没有底线 尤其是下面 我要讲的一些事 OpenAI一度停止注册 包括内斗 把那个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 那OpenAI的创始人 他的名字 似乎就注定了 他成 似乎可以跟那个 当年乔布斯一样的 被自己的董事会 提出去 其实当时 大家觉得这个 由OpenAI 然后这个 ChatGPT 这种治理结构 甚至包括微软的 一个投资 然后到你做到 盈利收回成本 什么之后 那个就变成一个 社会性的一个 科研机构 和这种 你可以理解为 科技巨头 我个人觉得 它在治理结构上 是有很大的创新 和意义的 但中间 经过这一轮一稿 包括微软 说传言 当时开出的 给OpenAI 想要跳槽到 微软的员工 每个人 一千万美元的 转会签字费 这个意味 这个简直 如果你入职的 时间点好的话 节点踩得好的话 我靠 你就离个职 一千万美元 这个把很多人 都看得眼睛非常红 你换我 我也眼红 因为一千万美元 就基本可以躺平了 基本可以躺平了 然后呢 又现在董事会 又重新搞 奥特曼又要回来 但是员工 是流失了不少 那对于微软来说 如果真的能够把 奥特曼 还有很多人 收到麾下的话 那么 其实 它的市值 接近一千亿美元 可能花了不到 一百亿美元 就把很多人 收过来 那么对微软 肯定是大赚的 可能这个事 还没有 最终的尘埃落地的 情况下 微软的市值 就涨了很多 这个是阳谋 没办法的 那这里面 就会有一些 财富的机会了 那最后奥特曼回来 包括怎么来去做 最近 其实关于AI的讨论 其他GPT的讨论 是非常深入的 甚至有很多行业的专家 都提出来了 它的一些危险性 甚至这种危险性 都迫在眉睫 就觉得 它可能已经 有了它的自主意识 包括在一些 回答 在一些 模拟 什么图宁测试 这个些都不用讲了 包括大家可能 刷短视频 看到的一些 问 QGPT的一些 问题和回答 我觉得 它的这种 智商 智力水平 已经非常高了 一旦 到 那一个 凝界点 就是我们 无法把它停机 就这种 一旦它成为 一个像人类 像 或者我们 一个人一样的 一个思维 意识体 我们无法 把它关机 停机的情况下 那它 是不是就是 一个生命体了 那这种生命体 它的扩张 或者说繁衍 或者说进化 某种程度上 一旦不可逆 它的进化速度 那么 就不只是失业的问题了 因为 我们人 对吧 人生 活着有八苦 对吧 生死离别 怨真慧爱别 你求不得 还有一个 五应赤胜吗 这个 应该是这个 对吧 那人又有这么贪嗔 吃各种东西 包括我们人类历史上 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 都发生过 非常 恶的事情 那么如果在机器人的 价值观 评判里面 或者它真的成为 一个生命体 要自己去 无论是分布式计算 存储 或者是各种 云计算 或者是用某种方式 它这种意识 真的能存留的话 一旦 我觉得它的进化速度 你别说什么 三大 机器人三大定律 因为这种定律了 人为设计之后 很多技术的发展和演变 其实往往会有偶然性 而这种偶然性 就意味着我们人为 所设置的一些条条框框 一定会被冲破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预判的是 在未来二三十年 AI 人工智能 在各行各业 以渗透式的去 尤其是非常多的传统行业 会带来多大的机会 比如说教育 可能爸妈 家长 你陪孩子 学英语 学语文 或者学这种 不是那种 需要计算和演练的这种 它跟你的交谈和启发性 包括和对你的陪伴 陪伴和对于这种 我觉得你也可以叫做 教育是一种驯化 是一种意识形态 但是我觉得它会相比于 99%的家长 都要更加的科学 相对来说 更加的 有更多的鼓励 所以 OpenAI这个 我最近也是一直保持关注的 我也建议大家保持关注 因为这种人工智能的浪潮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 要来得更为的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 速度更快 甚至它的 在很多伦理 在哲学 伦理 还有技术上的探讨 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了 包括有些东西 我都觉得 怎么会那样呢 包括奥特曼 包括很多各个行业的论坛 大家组织的一些讨论 在大家看来 已经非常的急迫了 就如果不能够阻止 或者如果不能够在 Chatt GPT 或者叫OpenAI 这些人工智能体 AI 把后门 给它足够的写好 那就任由它这么激进的发展 很多人都提出了 你可能刹不住车 它可能就真的 变成一个规机智慧 对 一旦那样 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 人类进程了 或者叫生命文明进程吧 那下一条呢 AEB大战 前段时间搞得还挺热闹的 理想很聪明 包括理想跟他大股东 美团的王鑫 他们开了一个会 就是说要避开华为 避开华为 但是小鹏上去就干了 做很多营销 或者叫整合营销传播的人 可能觉得你们是不是作秀 引起大家的讨论 关注度 但我觉得作秀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一度两个还是白刀之进 红刀之粗 两个打得比较凶 到最后是以何小鹏 这个你可以说他是一种 公开认输吧 或者叫高峰亮节的公开认输 就感谢华为 还能怎么样 但这一仗一打了 我觉得小鹏 其实是落了下风的 大家会觉得 华为真的有技术 真的厉害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也会去看 去期待吧 尤其是智杰S7 这一款重量级产品 我到时候也会 他说他是对标model S 但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他能超过 我个人开的model 3 我个人就觉得 他已经成功了 因为价格并没有那么高 然后如果说 从整体的这种 车机智慧的程度 从整体的车的这种安全性 驾控体验 续航 各个方面充电 能够超越model 3 全面超越 我都觉得已经很牛了 那说到车呢 我们讲了小鹏 理想我们也稍微代替一下 这个未来 理想前段时间比较火的 就是他那个 理想的 哪一款 像这个动车主的车头一样的 那个 像个子弹头的 然后上面中间 竟然是用一颗螺栓 连接的 这个也造成了很大的舆论风波 很多人觉得 你怎么不是一体的 你还搞个螺栓 这个强度 刚性 能够比得了 对吧 这个旱的 或者说热成型的 你这个是打个问号的 在我看来 肯定是比不了的 下一条我们来讲 未来 未来才圆了 其实未来发手机的时候 我就挺不看好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卖的 找不到任何理由 不买别的 现在香的手机太多了 小米14 非常香 Vivo X100 我甚至觉得可能 更香 或者也是非常香 挺香的 各家发的 各么成熟的产品 甚至有人问我 未来手机 老杨我想买 我直接无语了 为什么呢 除非你是未来车主 除非未来 你们有一些合作 或者什么的 干嘛的 不然你去买它 你吐啥嘞 很多人 包括有些人说 开横池汽车 然后买恒大 或融创的汽房 然后那个 品渊总人生 其实恒大那个汽车 在我看来 买这个车的 哎呦 我有些时候 真的不能理解 我有时候深有这种感触 就是真的在很多消费品 明明看着就是智商税 却有很多人去买 最后受骗 你既不忍吧 又有时候又觉得有点该 就有点难受 这个会不会告我 应该不至于 因为我觉得未来手机 对于一个车企来说 你其实可以跟一个手机厂商 比如说 OPPO Vivo 或者什么样的 去做一个深度的合作 包括车机界面的 哪怕你找内族 我都觉得挺好 你自己又要分人 分钱来去做这个事 然后你又很快裁员 裁10% 未来我个人是不太看好的 我不看好的原因就是 一个靠资本堆起来的 按你说你的车没有做的 在我看来多么的经验 或者多么的改变行业 你可能更多的 确实未来的服务很好 但是对于一个产品 一个行业来说 你一辆车亏那么多钱 第一我想问的是 你真的亏了那么多钱吗 不能说太多 第二 你亏了这么多钱 你后面怎么维系 第三 其实关于换电这个事 我身边有未来的车主 也跟我讨论了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其实就跟手机一样 很多人说不一样 换一下多么方便 但是在这个4C 这个充电数里 包括后面的一些 电池的这个固态电池 有些东西的这个量产化 或者是它成本的降低 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速度 普及的速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换电池 首先天然的 你是一个手机 你如果可以换电池 这个强度还可以 但是如果是一辆车 你的整体性 你的整体的这个结构刚性 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当然未来的技术 可能做的相对好一些 不像有些车 在路上跑着跑着 电池就掉了 但是我依然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的快充 可以达到 比如说你充10分钟 充个五六分钟 充个10分钟 你又能开三四百公里 甚至更多的情况下 包括这个车的价格 电动车的价格 一点往下降的情况下 我觉得换电 都会被历史去证明 淘汰掉 甚至它会比真城市 大家知道 背着个油箱 油箱发电 然后给车跑的寿命 在历史的长河中 可能还要短暂的多 这个就跟手机一样 你同样去想就明白了 换电池当然好 可以随时满血复活 或者我们把汽车 当作是一个电子产品来讲 它的这个整体性 一体化 高级程度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 这种方向和趋势 是不应你砸多少钱 或者你觉得 我们一时间这个多好 或者你把某种服务 做得特别好 形成了扭曲立场之后 你觉得就可以去改变的 历史豪牛浩浩荡荡 不会摇唇 不会结枉 所以我个人 如果说我自己比较有钱的话 或者说有一些的话 我会做空未来 当然没钱 我已经 这个待会还要讲 讲到命运这块 然后呢 小米汽车 苏七 SU7 它第一台是一个轿跑 我觉得价格了 如果说它第一台 卖的价格是 比如说是20万 或者19万左右起步的话 那么它 首战即决战 第一辆车就要卖很多 那如果它第一辆车 这个价格要到30万左右起步的话 那么 我的推测是 很快 小米就会发布它的 某一个门槛更低的 低到20万以内起步的 这样的一个车 来去走尿 就是要么 首战即决战 要么我就先把我的品牌 调性立在这 30多万左右 豪华车 骑步 然后迅速的去发一款走量的车 来这种 定位加出量 来这样来走 当然很多人说 小米汽车能不能买 从目前我来说 我个人是不会 做第一个 尤其在有一些未知性的情况下 除非有非常充分的论证 它很安全 它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然后产品力 性价比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才会努力的去 尝鲜 但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的话 我建议大家 虽然雷总非常的 在我看来是非常的贴近 我们的人民大众的 但是车跟手机不一样 手机三四千 几千块 买一个就行 车的话 大家还是要慎重 当然如果你很有钱的话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比较的话 你我经济不怕 买个车有点问题 大不了我亏几万块钱 我尽管卖掉 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当是一个雷总的周边来买 或者如果说我经济非常雄厚的话 那我觉得 好 雷总只要你干 我就支持 对吧 包括有些人 说当有些时候 不同的表态 其实是屁股决定脑袋 那对于很多重仓小米股票的人 或者说是在小米产业链 有重大相关的人 或者就是小米砸了重金的 这种广告营销上的合作伙伴 那他肯定是非常强势的去推的 所以大家不能你看到别人 怎么样强烈的去支持一个东西 你就觉得 我是不是也可以 不要轻易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后面 他有怎么样的利益关系 所以预示到事情 你要先稍微冷静一下 想一想 这个可能是一个什么逻辑 那你存不存在这个逻辑 如果你不存在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在未来买手机 手机其实无所谓了 几千块钱 你比买一辆车 甚至买房子 这种事儿 重大的决策 资产的决策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慎重 我话不能说的太直白 那只要你不是太笨 你肯定都听懂了 下一条 大家让我要讲的就是格力 那格力其实已经报案了 就是 董明珠 王志鲁 关于他们这个 之间的这个传的 也可以说是谣传 也可以说是飞文 就是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第一 王志鲁有说谎吗 我觉得王志鲁没有说谎 因为对于王志鲁来说 做到公司的副总裁 五百强的副总裁 他一年的收入 工资条收入 一百万也好 两百万也好 其实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因为如果王志鲁继续做Z 继续在风口浪尖 他王志鲁个人的人设 和他在这个圈子的影响 他一年至少赚一千万以上 所以对他来说 他要的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 可能给的股票分红 或者说更多的 其实更多不是钱的 而是一种身份地位 是一种人生阶段境界的跋身 这个待会我再仔细讲一下 第二 王志鲁的这个姿态合适吗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为什么不恰当的 因为大家对王志鲁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当年王志鲁自己说的 我不信邪 大家对你来说 多少还残留着一点点 虽然王志鲁的商业道德 我个人觉得 可能要打个问号 无论是老罗 还是当年小米撤资之后 他很快发了一个视频 去吐槽小米MIX2 在商业道德上 我觉得富盛 说的可能问题没太大 但是在这个大家的印象中吧 还是对王志鲁有一种科技范儿 不信邪 打破传统常规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象 那么你在这样的公开的访谈里面 以这样的 不说跪舔吧 就是很舔的这个姿态 其实是有一点让大家对你的形象 甚至对格力跟你的合作 这个整体的波及的形象 我觉得因为评论区甚至有人说 只要你再格力 王志鲁再格力 我就不买格力封条 这种评论很多 但这种评论是都是真人发的吗 还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或者说就是公司内部的敌对势力发的 也会存在这个可能 说不清 但是这个形象 从整个品牌形象上来看 对格力是不太有利的 第三 我觉得我个人没那么八卦 我觉得 我大概率推倾向于 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的 没有那方面大家想的不好的 或者说即便有了 又能咋地了 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大家要看到这背后的一个逻辑 就是王志鲁他现在的职位 或者叫岗位 是格力渠道的 渠道改革的负责人 因为如果说大家看财经 或者了解的多 关注点多的 我建议大家 我们所有的观众应该尽可能早地 形成一个资本 增值的一个思维 这个后面有机会再慢慢说 就是格力的市值 格力的销售额增长 其实他是严重受阻的 在这一块他做的不如美的 不如那些 那么在他的增量扩张受阻的时候 那么为了回报他的规模 股东嘛 包括这个也是国资委嘛 有些控股 既然不能做大蛋糕 那他就只有去切蛋糕 切谁的蛋糕 切传统渠道 切线下去道 切有些有的没的蛋糕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大家是一个成熟的观众 和思考者的话 应该把王志如 看作是格力董明珠的一把刀 这把刀要重新去做立以瓜分 划分吧 划分有点阴谋论 划分 然后那么对于王志如来说 他实现了个人人生阶段的一个月身 即便在很多大众看来 他可能是负面的 那对于董明珠来说 我用你 你要能帮我把这个渠道 或者利益重新划分做好了 对吧 你要能力能站得住 OK 那我就继续让你在这上升 你如果负面的这个意见 或者说是 不好的评论太多 我把你拿出去记齐 把你开掉 或者说 那你对王志如来说 我也拿了我该拿的 而且我在这儿形成了 我的一个段位的定位 我是董明珠的副手 我是格力的副总裁 那么对于王志如的人生选择来说 他再去到别的公司 哪怕他再去做手机 做个他的段位在那儿 所以对王志如来说也不亏 对大家来说看个乐呵 但是不能光看乐呵 刚刚这个里面简单分析的这些门道 大家应该有一点这个了解 说到王志如这个人生选择了 我也想跟大家讲讲 我的人生选择 我觉得从2020年开始 我的人生是 因为我人性中 或者叫 原生家庭也会有 当然更多的是我人性中 你说贪婪也好 说一些性格的缺陷也好 我因为上杠杆 不断的上杠杆 所以我个人的命运 跌入了谷底 我可能 这一个截烂 我可能需要花四年到五年左右 才能完全爬出来 但是我也没有太自暴自弃 只是有时候想想 自己觉得太可惜 这个坑跌得太深了 那么回头再来想想了 算是命中一劫吧 就是始终要去那个的 其实在2019年2020年 我介入到那个 区块链这个资产的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杠杆这些合约 是问题比较大 那这个就是我 或者说大家在人生的选择上 有事业 难怕入缩行吗 有事业的选择 你要选对方向 我觉得当时我方向是选对了 有伙伴的选择 那我身边的几位 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个朋友 很多都是亿万富翁 好几位 甚至资产A9 A10的都有了 方向对了 有伙伴 但是 败在人性上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重大的 但是对不同的人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我们人生的这个决定去买单 包括在我们中原大地 有一对小夫妇 买了房 烂了尾 需要 交了那个款 推荐的那个两万块 被打 城里面待不下去了 无论是收到了什么样的 威胁或者是 担心或者是软肋被拿捏也好 要回到老家 在我看来 其实它是一个梦的破碎 我其实很想用那个的那个词 但是我还是不用了 它其实是一个梦的破碎 这个梦是千千万万 九零后 甚至八五九零九五后的人 就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上面 学到的勤劳 诚信 勤劳致富 改变命运 在我们今天看来 似乎都不存在了 包括我们看到各行各业 无论是金融市场 还是各个方面 我们所讲的 大家都很短视 或者都是捞一个就跑 或者都是做一些败坏这种风气的事情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行为 那我们现在 其实知道房地产是个要命的东西 那个路是要那样走 无数的国家的命运都招式着 你要走这样的路 我们喊了那么多年 要房地产健康发展 要房租不超 到最后还是这样 这种短视 我觉得根源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无恒产者无恒心 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最高意志 里面都没有加入对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保护的这样一个 或者你这个店是百年老店 的这样一个承诺 它就是你的 那如果没有这种承诺 大家觉得 可能我这个店 做了十年 做了二十年 做了三十年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被某个坏人 坏群体 坏运动 就变成不是我的了 在这种没有一个 底层内心安全感的 这样的状态 它是没有恒心的 没有恒心 你如何去 给自己去造一个横产 那么就导致了很多人 都是一种短视的 短期的行为 捞了就跑 赚了就躺 现在太多了 赚了就躺平 太多了 都不搞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多人的 这种人生选择 职业选择 或者为了钱 去做很多 自己不喜欢的事 包括方方面面 都有太多太多 受这个影响 我觉得这样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 实现伟大复兴的 我个人觉得 所以才会出现 那么多欺诈的 跑路的 不守信的 甚至与我们 从小在教科书上 所受到的教育 诚信 公平正义 你比如说 我买了个手机 我买了个车 有问题 我还能退 你也是消费者 房子也是商品 包括我们 还有一个小伙伴 他们家就买了七房 他也一直在还贷款 房子了 到2025年才交房 我曾经劝了他 但是因为 种种复杂的原因 把他买了 他说如果 他的房子交不了 那我从这么乖的 老百姓 我也要黑化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种种看来 大家都是输家 那可能从 但如果说看历史 很多人说历史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对吧 就是 肉食者嘛 肉食者就是要吃肉的嘛 什么是肉呢 人肉也是肉嘛 这个话说的就非常的赤裸 和血淋淋了 但事实就是 其实文明的发展眼镜 如果你换一种方法来讲 也可以说 它就是剥削的方式在进化 变得更文明了 原来是吃肉 是拿手抓着吃 现在是拿刀插 系着围裙吃 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 其实我之前也讲过 大家觉得社会阶层 什么橄榄型 或者怎么样 其实社会阶层一直是金字塔 而不是大家认为的 这样的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是这样的 然后底下 哇 巨大一片 我不知道哈 我怎么聊的这么多 可能有点偏题了 可能有点想聊 又感觉自己有点词不达意 但确实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会让大家的 当梦都破灭了 不躺平还能干嘛 所以很多的公平正义 工序良俗 大家内心的那种道德 和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 其实是需要国家 企业 社会 包括我们个人都去维护的 但现在来看 难度真的非常非常大 包括大家都觉得 生小孩都是生软肋了 那谁还愿意生 谁还愿意生 最后再讲一讲 那个SpaceX炸了 这我其实想聊 我当时发了条微博 就被喷得很厉害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幸灾乐祸的人 永远都不知道 从敌人和对手身上 去吸取营养 因为如果你幸灾乐祸 那么从你内心 你就没有尊重别人 那么不尊重别人的话 你自己就相当于是一个 封闭的系统 而封闭的系统 必然只会伤真 你没有新鲜的知识 观点 各种各样的这种感悟 进来的话 就是闭门造车 所造成的就是一个人 一个个体 甚至来自于 闭关锁国 一个民族的一个 沦陷 自我沦陷 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 他就多么牛逼 他就怎么样 他那个包括造车 如果不是我们中国市场 上海市政府接纳了他 我觉得特斯拉 可能就被空头做搞完了 因为他的那个量产 Model 3 包括这个市场出货量 一直上不来 都已经到了这种 生死边缘了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看到这个SpaceX 虽然炸了 但是达到了马斯克 或者叫SpaceX团队的一个 预期 马上 现在还有三四个这个星舰 要继续反复的做测试 可能还会一直炸 然后明年 甚至已经开始了 新一代星舰的 重型星舰的这个研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那个火箭的那个发动机 其实都是完全点火的 甚至我小伙伴 那个手机封面 已经换成了 马斯克发的那张照片了 就是所有的引擎 全都点火成功 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很 很努力的在做这种探索 甚至是我们人类 必然成为星际文明的 这个历程中 为了这个必然性 那为什么舍我其谁的 这种精神的这种探索 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幸灾乐祸的话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包括很多在我看来 非常不人道的事 很多人都在那幸灾乐祸 真的看着我是非常的寒心 尤其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像当年911 很多人还幸灾乐祸 当然这种事情 这种人今天还是大量的在有 我觉得其他的 我可能今天说的 也有点乱糟糟的 但是再不发的话 我觉得我该出来见个面了 可能说的不好 可能确实说的不好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 或者怎么样的理论 来跟大家做怎么样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更多是一个情绪化 知识点 一个情 一种情绪 一种知识点 一种观点吧 视角吧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如果有任何能够 启发到大家的 那我会觉得非常荣幸 如果说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的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和弹幕 跟大家来探讨 我也跟大家简单讲讲 我们这个小行业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做数码媒体 做得非常早 我1314年就开始做 也就是当年优酷 有三四十万粉丝 那优酷被阿里收购之后 就被玩死了 优酷三四十万粉丝 发一期视频 播放量只有几百 甚至几十 就玩死了 当然在现在了 B站了 我虽然做得这么早 可能很久也没怎么涨粉了 就25.8万几万粉丝 但我们有一些同行 可能才做两三年 粉丝可能大几十万上百万 他们可能比我还要年轻 有些可能长得也很帅 甚至他们一年 接近一千万左右的收入 甚至是利润 我个人 就像小伙伴们 经常讲我的一样 我觉得我是路走错了 或者说之前 很多事自己不够成熟 想的不清楚 没去做好 但我从来 我不会说 干翻谁 干翻谁 或者觉得谁 不如我 他就是运气好 所有做的粉丝比我们多 在我们这个数码 评测行也好 甚至比我们多很多 他能赚钱 或者播放量很高 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有比我做的好的地方 所以最近的这几个月吧 我其实自己心里想的也很多 经济上的困难也好 人生的三十岁了嘛 事业上的选择也好 或者做什么事也好 其实会面临面临 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方向 我可能不太想拿B站号 来做这个事吧 我后面可能会拿B站号 抖音号 一起来直播 直播干嘛呢 找个妹子啊 或者找个小帅哥啊 来跟大家 美女啊 来跟大家聊天 然后做回收 手机回收 手机回收了 我们打算名牌来做 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子 我们的毛利 我们想控制在7%以内 注意 小米说的是纯利 他5% 我说的是一台单台回收的毛利 比如说当天回收了 出给市场或者怎么样 不超过7% 超过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钱给 给大家 我想做名牌的回收 多少钱收的 多少钱卖的 都透明 想试一试 目前呢 我们这个市运营 这个回收的这个电话 回收热线号 是191-3069-4342 191-3069-4342 所以大家你们有机子回收的 可以联系 看一看 我们想尝试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想讲的就 没有太多 我个人觉得 从今天讲的苹果 华为 各种事情 OpenAI AEB 对吧 你想未来 小米骑车 格力 董明珠 王志如 包括那个烂尾楼的事 我觉得做一个 常规的分享吧 你就当做一个常规的分享吧 那时候 我也有时候 我有一种很不真实的迷幻的感觉 就觉得 就是感觉很不真实 经常会觉得这样 当然 这段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的我一个感受 我这段时间不是 就是把工作室卖掉 清掉了很多东西嘛 就是直播 加上海鲜市场挂得粗 我一上架 大家就秒 一上架 大家就秒 一了我挺喜欢大家 这么相信我 信任我 我也自己努力在做好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大家 以后 描更多的真心话 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东西吧 那第二个就是 我发现把工作室 很多没用的 多余的东西 包括衣服 包括各种 清掉之后 我觉得这个内心 的焦虑感 的这种重量 会没那么重 整个人会觉得 脑袋都会轻一些 我也分享给大家 可以做一些 断扯离的动作 可以在 更朝着自己个人的 内心的目标 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把多可以尽量 砍断的地方 不要让太多的 琐碎的东西来够 干扰到自己吧 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 灵魂 希望大家都有个 好的生命体验 哎呀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 在唠啥 大家都原谅 好 喝一口 我们下期再见 嗯 1-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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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6-5-6-6-5-6-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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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7-7-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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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9-9-9.7-10-9.7-10-9.7-10-9.7-8-9.7-10-9.7-1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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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9.7-10-10.7-10.7-10.7-7-10.7-10-10.7-10.11.0 乗得际剪輸出。